进到校门前 量体温 喷酒精消毒 并规定戴上口罩 严格控管校园出入口 三月份开始不少私立中学 开始做入学的私信班口试 如果有发烧的家长或学生 一律不得入内 只能到隔离区等待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一些询问 就是要先确定一下 他有没有接触史 群聚史 那原则上他只要发烧 我们就会通知家长 要把他带回家里去休息 或是可以需要的话就去救医 就怕考生发生群聚感染 校方做好一切防疫措施 包括强制考生及陪考亲友戴上口罩 考试座位 隔排座 增加排与排之间的间隔 即打开门窗保持通风 戴口罩就是有防疫的作用 然后就是 但是也不要太接近 而且考试的时候也有隔一排 所以就比较不会感染 他这里的通风 就是很好 我觉得不担心 考生及家长对防疫很有信心 不过纵然做好完全准备 考生及家长的人数有近千人 难以掌握旅游史及接触史 就怕入学考成了防疫破口 有生病的人应该也不会来这边 不会担心 基于其实各校都有一样的招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之后的结果 觉得这个延期是遥遥无期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大家讨论之后 决定我们还是如期举行 但是一定要做好所有的防疫的 面对新冠病毒 校方如临大敌 不过人也要面对少子化招生的压力 入学考试不得不办 即便无法对潜在的代言者做掌控 也只能做好最严格的防疫控管 将传染几率降到最低 华语新闻 廖文普林凯伦新北报导